一样 我都是一样的 都一样喜欢 我都一样的待遇 那他们现在就教得我不平衡了 那哪个孩子对您最好呢 你觉得 最好就是他 最好就是他了 那这些孩子知不知道 您身体有这么多毛病啊 是的 大姐 妈妈身体不好 有好多的毛病啊 刚才她都说了 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都不来看 都不看 为什么不看 当然我给她钱吧 她都给我弟弟挂了 现在妈妈过得不开心 您为什么不能把母亲 接过去一起住呢 我的家吧 我有老婆婆 我也住过老婆婆的房子 刘大姐的婆婆 今年也八十多岁了 和母亲一样 也身患各种病毒 刘大姐平时还要经营教代部 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 来照顾母亲 那么在平时的生活中 其他的几个子女 对待老人的态度又如何呢 奶奶 我再问问您 您大儿子一直对您怎么样 大儿子 你要说他也好 这事上都各他 刘世彦这个女儿对你怎么样 也不好 我不能说什么的 我说什么我埋着他们的 那小儿子呢 刘世泉对你怎么样 就是小泉的 叫泉的 不对我好找死了 老善原来也挺好 老大吧 她那媳妇出名 那铁工具 你们说这也是好出来 那儿媳妇对你怎么样 对我不好 也全都光打的 她不让我说 她说你对我怎么样都行 你这样对我骂不好 不骂不容易的 刚才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 目前来说呢 老人家住在小儿子和儿媳妇家当中 然后觉得儿媳妇对自己还不错 尤其是儿子 只是呢 儿子现在离家比较远 所以也照顾不上 然后除了小儿子 儿媳妇之外 也就是对面的 刘大姐照顾得多一点 买些吃的喝的 母亲现在跟 七弟跟弟媳妇一起住 其他的兄弟姐妹要出生活费吗 每个月固定给吗 也不固定给 就是我妈过生意了 大伙给偷点纸 那凭什么这七个子女 就由弟弟弟媳妇照顾妈妈呢 因为当初家 我妈要房子 也给我弟弟要给你房子 其他姐妹就没有 摊到这个房子的 对呀 嗯